甚至已经裂纹了 已经裂缝了 而且我们沉睡那种结构性裂缝 我们常常讲的45度 或是打叉叉 这个东西都已经是系统性的结构的 就简单讲它柱子不够立了 不够立了 不够立了 然后再加上如果地基又不稳 那就往前垮了 那个天王星大老 因为刚刚理事长有提到921之前 那个天王星大老的屋龄是37年 它37年的话 显然它的这个新建的年份 应该是在921之前 它立即过921地址 就是第一个它耐震能力 本来就可能就已经不够了 那之后又历经了很多次的 这种地震的洗礼 如果柱子又没有办法去做安全的评估 柱子也没有去做修复 又包覆起来的时候呢 地震哪就会这样子 那地震发生 第一个我们先会感受的叫做垂直上下 有的在垂直上下的时候 柱子有可能已经压爆了 可是第二个感受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X坡 叫做开始左右洋化 所以我们最怕就是左右洋化 垂直 柱子如果已经爆掉了 第二次第二次的洗礼 再来左右洋化的时候 就会倒成这个样子 那接着它之后 会不会再可能倒得更厉害 应该是说它倒完之后 它整个的结构已经 这个当初就是当初我们在花莲 在救灾的时候 很怕万一余症又倒掉 可是这个重心 如果它它的重心已经是在后面了 不是在前方的 如果它的重心是还会往前倾 余震来当然还有可能会倒 可是按照这个看起来 它跪下去的重心 可能已经往下走了 可能纵使余震来的时候呢 可能会移位 可能还不见得会倒 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 这个要现场去做指挥救灾的时候 要去看看它现场的这个重心的状况 有没有需要上一次我们在花莲地震的时候 不是常用H型钢去挡吗 那个当初就是怕余震的时候 它第二次重心不稳再倒下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之后如果发生下雨的状况 是不是可能危险性更高 下雨应该是说 我们在抢救的过程 会造成你抢救上面的阻碍 障碍 那下雨主要是在抢灾 你说下雨对它本身结构体的话 就像我们的房子 我们不怕漏水 我们怕地震 因为漏水就是使用上面不方便 所以下雨倒不是它 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下雨倒不是一个问题 是 那你知道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现在之后 包括花莲 包括全台湾的民众 自己的住家 要如何去体检 如果有发现住址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该要做什么处理 如果你去网站上搜寻 有一个叫做 震灾后住家自我检查 那个就是我们土木技师工会 结构技师工会等等专业 写了一本 帮市政府出的一本自我检视 那个检视里面 他就跟你讲 你发生灾害的时候 第一个你从原本的建筑物的一楼 看看有没有倾斜的状况 如果你明显看到倾斜 大概你也知道说 你这个建筑物有问题 好那没有倾斜 你看这个瓷砖外墙剥落的状况 如果外墙剥落状况 已经很严重的话 大概你要围设了 以后大概外墙也要做 重新的拉皮 整个整修 再来经过整个楼梯 你的楼梯如果你上去的位置 如果是裂缝的位置 是会让你把它切断 那个楼梯会掉下来 你大概知道说 这个楼梯裂的位置 已经水平到切到部分 大概已经结构上面 已经有问题了 那再来就是看你的整个梁跟柱子 柱子就是我刚刚讲的 45度打叉叉 或是你的 如果是集合式住宅 你的柱位跟梁的位置 你发现我怎么裂缘的方向 完全都一致的 就一致性的 那个就是所谓的系统性的结构性 哪种比较危险 是那种叉叉的裂痕比较危险 只要是有那种45度的 然后又那种规则的裂缝 都是很危险 都是危险 如果你看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围墙的表面的围裂缝 那网状的那些东西 那个大概都是附属的一些皮毛的 表面而已 还有我们的窗框 窗户外墙的那些 有一些往四射的裂缝 那个都是开孔的一个 非结构体的裂缝 那个以后影响是什么 是漏水 所以我们还是检视 我们本身的梁跟柱子 只要你梁跟柱子 只要有裂 那你基本上你就寻求 这个结构图木 结构专家要去帮你看了 只要不是柱子跟梁 是一般的我们讲的外墙的话 除非你外墙是说 它裂的 也是裂的那个四十度的斜裂缝 或是打叉叉 那个要一定要修复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未来在做地震的洗礼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吸收你能量的最后一道关系 李师长 那如果照这样看起来 类似这种有这种 电子的这种建筑物 是不是相对会比较不耐震 危险性比较高吗 危险性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你是在921之前 就是说取得建造的这个部分 使造的部分 你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体检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危险 我们讲的初步评估 那初步评估代表是什么 它就用很初步的方式来马上帮你检视 那个一栋楼 那个一栋楼大概只有几万块而已 那个可以自己做自我的一个检视 他初步评估之后 大概会跟你讲说 你的耐震等级是已经完全是很危险的 或是耐震有疑虑的 或是耐震是安全的 他大概可以马上做一个评估 是的确在关心灾情的同时 其实现在救援行动都已经同步展开了 所以现在包括这个蔡总统进驻 这个灾害指挥中心 然后这个内政部等等 都已经陆续前往花莲去看灾了 那整个的救援行动都同步展开 所以大家要有耐心 因为毕竟有一些是需要时间的 只是说我们现在关心灾情 在花莲的部分是特别严重 那因为这次是发生7.2的大地震 那其实现在这个很多的画面 都陆续的这个曝光 这个青黄大规模的走山 然后烟尘四起 景象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害人 对 在描述花莲的这个状况之前 我必须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危险的地方你真的不要待 那为什么不要待 因为刚刚明运给大家看的 这个花莲的天王星大楼 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一个是大家看到这个影片里面 这个有人试图要靠近的时候呢 有人告诉他说 爸爸不要太靠近 你退后 意思就是这边有危险嘛 但是仲将你以为这很夸张吗 不 我告诉你有更夸张的 今天大家在讨论是另外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你看到天王星大楼 他基本上已经倾斜了 而且仲将你要知道 他倾斜下来的时候呢 当时是有很多人在上面 是等待救援的 因为还没有出来 因为他毕竟有九层楼高 所以上面高层的住户 都等待救援要爬出来 结果当大家觉得说 这现场很紧张 很紧张 很紧张的时候 有人在拍照 有人在拍照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摆个pose 然后在这里 然后前面这一个人呢 看起来是在替他做拍照的动作 所以今天这个画面 还在看热闹 这不只是看热闹 他等于把现场当做 有像拍照打卡的一个地点 所以这个行为在网路上 今天在脸书上面的疯传 然后大家在谴责这个行为嘛 这个谴责这个行为 是因为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自己在那个地方 都可能会有危险的 你应该是远离这个地方 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拍照 第二个 这个地方有受灾的灾户 在这个地方 有人是因此而受害的 所以呢 对这些受灾来讲 你跑到人家受灾的地点 到这边来拍照 请问一下 你这个会不会太没有同理心了 所以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 因为这要特别注意 这个已经警协45度 因为不知道 他会不会继续往前倒 对 这个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而且要告诉我们的民众 就这两天 还有可能会有小的余震嘛 那余震在发生的时候 正常的建筑物 可能影响不大 但是对那种 已经有半倾斜的状况的 影响可能就很大 怕他会全倒 或是可能会砸到 对面的大楼都有可能 请不要做这种 对自己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跑到那边去拍照 跑到那地方去打卡 这个是非常不像话的事情 当然我们讲 花莲现在的状况 花莲现在状况看起来呢 这个用傅昆琦自己形容说 像是一个孤岛 为什么像是一个孤岛呢 你看这个是台铁的状况 台铁到花莲呢 你可以看到 这么一大块的巨石 砸落在它的轨道上面 那这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铁轨弯曲变形 铁轨弯曲变形 那铁轨如果弯曲变形的话 那你要想说 这个就告诉你 台铁现在一定是不能通的 即便要来修复这个铁轨 也都需要时间 因为要把大石头给移开 移开之后呢 然后再把铁轨给复原 所以这不是短短两天之内 能够做到的事情 而且那个大石头巨石 可能需要重型机具才办得开 一定要 那你重型机具还要开进去 是 要开进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 要花时间 大概短短两天之内要清除掉呢 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啦 那第二个是你看 这个大清水隧道这个地方 前面这边几乎整个是塌陷下去的 那这个情况看起来呢 是很严重的 然后你看 这个是大清水隧道口 严重的整片坍塌下来 然后巨石从上面这个地方 直接掉下来 然后砸到这路过的车 这些货车被砸到 中江当然你可以想象啦 这一定是有人命上的损害啦 有人伤亡 所以有人因此而伤亡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 在这个地方的状况 你从照片上看起来 都非常的触目惊心 那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要随便的轻易靠近 更不要有去把他当作景点 去拍照的动作 这是很不宜的 那前面中江讲到说 这个走山的状况 这就是在苏花公路 重德站出现走山的状况 这个走山的状况呢 你看就像我们画面上这个样子 你其实可以看到 这走山地点 它附近还是有民众在那里的 所以民众看到说 也是很惊慌的 那你看 这跟电影里面灾难片的场景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有点那种类似末日景象 是 然后大片的从上面 这个走山的状况 由上面崩塌下来 那崩塌下来的时候呢 你看现场有多少的目击者 那对大家民众来讲 他是急着在逃跑 逃离那个现场 为什么 因为待在那个现场 还会不会接下去 有其他的走山状况 你无从预测 为什么无从预测 各位去想哦 在这次地震发生这样的 大规模走山的状况 后面还有余震 那后面余震在怎么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确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面对这些危险的地方 目前保持距离 就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苏花公路呈现这个状况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 台铁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台铁到苏花公路 都呈现这样状况 那我问你 你现在要进花莲 要怎么进 没办法 所以对于现在要进花莲 花莲对外的通道连接来讲 当然相当于现在 是困难的 人家要开始了 是 所以今天呢 这个傅昆奇是跟着 内政部长林又昌呢 他们是搭直升机 然后到花莲去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时间 抢救人命跟救灾为第一 那然后除了花莲之外 你可以看到 这次地震影响有多严重 你看 在中恒这个地方 中恒谷光这里 也是下了落石雨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苏花的重得段 它是大规模走山 从上面整片的下下来 对不对 那但是在中恒谷光这边呢 也是像落石一样 大规模的砸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路面 各位看这张照片 路面上面密密麻麻的 都是各种碎石遍布在上面 那结果呢 这些车辆要经过的时候 也一样被遇到 被砸到的情况 所以你看前面 这一辆小客车呢 被砸得很惨 然后这个驾驶呢 现在听说这个伤还蛮重的 那后面的客车呢 这是看有些风云客运的车 它是车头毁损 但还好车上的人呢 很安全 目前没有状况 所以你看连在中恒这里呢 下落石雨的状况 也让灾情看起来 变得是严重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 它对花莲造成很大的影响 它让花莲现在变成了孤岛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 这个民众呢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自身安全优先 远离这些有危险的地方 新华刚刚有提到 因为是廉价开始嘛 所以可能之前有一些游客 安排进花莲 但是花莲现在可能包括 你说饭店 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这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现在要进花莲 就是除非你是前几天去的啦 不然现在要进的话 大概是难度会很高啦 没办法进的啦 那第二个是 现在饭店呢 包括像烟波饭店呢 它受损害情况很严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烟波饭店里面呢 也在下雨的状况 我们刚刚看到呢 这个谷关这个地方 是落石雨 但是烟波饭店里面呢 是出现烟大水的状况 整个烟大水 所以它整个饭店里面 烟大水的情况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烟水的状况 烟成这个样子 从上面这些 这些我们看到 这有可能是跟它的一些 消防安全措施有关系 所以这个水滴下来 滴的很多 那也有可能有管线的问题 那不管是哪一个 现在看起来 这饭店里面呢 你也不太适合去住宿啦 没办法住了 所以这个饭店呢 它现在也是要救 自己的栽安 自己的环境为优先啦 所以这个饭店 你看这个水制烟的状况 所以在花莲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本来有度假的 行程规划的话 现在可能是要取消 因为现在一切 以自己的安全为优先 就是刚刚传来这个 汉坪也是 汉坪的这个梁柱 已经军裂 所以它也疏散 它的旅客了 那刚刚这个台11线 海岸这边 那个道路也都已经 就是已经分崩离析了 所以现在进花莲 剩下一条路 就是从台东 到花莲的台九线 只剩下这一条 所以这些路 要拥有救灾营 我们现在 我们中央这些人 这些人都 将冠都去了 需要什么物资 现场都要调度 大家不要刚刚看老家 要前进第一线 全部先把这个 这个道路的空间 留给救灾的这些人员 先让他们能够 救援是不是可能 各县市有余力的 都可以倒三角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 这个消防署 中央还有各县市 就要求台南 高雄 屏东 他们的这个特收队 因为建筑物里面 可能有人嘛 所以他们早上 除了这个 搜救权 还有这个特收队 都这个屏东的 都已经到花莲了 那高雄跟台南 也都待命 他们随时 这个直升机 他们是坐西腰山洞 就直接回到花莲 然后去先从事这个 救灾 那所有的医院 就是说现在 所有花莲的医院 也启动了这个重大伤患 这样的一个机制 是我们看到 这个地震所造成的灾情 在花莲部分非常严重 因为这个大规模的走山 今天画面曝光 真的让大家觉得 非常可怕 末日景象 那再来 因为这个 在苏花公路 大清水隧道前 有落石砸中 造成这个货车 驾驶有伤患的状况 然后落下这种 降下这种落石雨 然后巨石也 这个砸弯的铁轨 我们看到这种巨石 灾后的这些 包括救援 还有重建工作 都要花不少时间 来国东哥 这就是921地震之后 最严重的一个灾情 这恐怕要花 相当的时间去复原了 今天的规模7.2 如果观众 你还有一点印象的话 这个规模比2016年的台南 那一次大楼倒塌 那个规模还大 那一次是6.6 921最高 是连续的最高 也不过是6.8 一直到7 今天是7.2 真的我只能讲 天佑台湾 今天所有美国 日本的电视台 头提新闻 都是台湾发生7.2 他们不是估计7.2 我们讲是瑞士 他是讲他们的地震局的 美国估算我们是7.4 日本今天出来说是7.7 那个规模 每一个电视台都知道 那个规模已经大到不得了了 一定灾情非常惨重 所以他们头提新闻 马上就播 台湾发生规模 这么严重的这个地震 其实我们天佑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震 镇压是在花莲外海 对 然后前面921 还是台南那是大地震 镇压都是在本土上 在陆地 台南那是在高雄美容区 那921那个是在嘉南平原 南头 南头 整个嘉南平原 所以整个镇压不一样 所造的伤害就不同 而且有一点最简单的一个 观众一定会记得 今天的这个地震是左右摇晃 为什么我感觉特别深 因为我刚好在电梯里面 要去拿报纸 我都奇怪 我们今天电梯怎么左右晃 电梯有问题 还打算说赶快要叫管理员注意 结果没想到 电梯门自己推开了 我就赶快跑出去了 就表示他是左右摇晃 电梯门关不住了 最可怕的是上下跳动 上下跳动的话 以这个规模 不管是你是镇压在外海 他所造的时候防污倒塌 一定更严重 那个破坏力更惊人 对啊 你大楼经不起上下这样 左右摇晃 我们的黄震工人经常是 黄被他的左右摇晃 包括101也一样 他那个左右摇晃的 那个黄震工很强 但是上下跳动 那就不一样了 那好像每个人就在那里 上下这样 这样 对 就呼喽这样这样跳 那整个黄震工倒塌 就不得了 所以以这样的规模 今天你看看台北市的灾害 差别很大 好像台北市灾害 并没有那么强烈 是在整个花蓮 铁公路整个都停摆了 那赖晶德副总统 马上就坐飞机过去了 因为他有经验嘛 台南那时候在永康发生了大地震 那个围观大楼整个倒塌 他在那里抢救多少天 那个球鞋都磨破底了 他还在穿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休息嘛 那次灾情好像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一百一十六个死亡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讲 天佑台湾这么大规模 连外国的电视媒体 全部都在报道台湾 我们只被局限在花蓮 伤亡在那里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不一样 因为他联系后面是几天 清明年节假期 不是说房子 定房会不会被退掉 大家没有办法去花蓮游玩 是清明时节的时候会下雨 气象会不一样 如果花蓮地区 还是这样的气候的话 你看看那个整个公路 那个整个土石这样下来 那个土石已经松动了 将来你如果受不了那个雨水的话 整个会再塌下来 所以对后续救灾会有影响 对后续很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实在不愿意把它扯到政治 政治有的政治救灾 就是这个讲法 现在我是比较关心讲法案 你有一个动作 你必须做出来 你的天坑 你的公安事件 你的大楼地基经常会下线的 这些工地 你如果不去看的话 这个地震一摇动 一松懈下来 他后续所发生的灾情 可能会比这个地震当天还重要 所以我是欠讲法案 这个时候不是在坐在 就在中心里面 在看有没有灾情 你作为一个市政的首长 你必须要注意到这个灾情 后面会延续下来发生的 因为吉祥琴告诉我们 这四五天里面 联系发生的地震 六点几几几都会再出现 所以你如果不做异防的话 后面的灾情会比新年还严重 因为后面还会有余震发生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是说主震发生完就没事了 那之后包括大家的建筑物 各方面的安全 其实都要特别去注意 范老师我们看到 这次因为花莲发生大地震嘛 中央跟地方政府 是不是全部要总动员起来 要往那边发生 灾情最严重的花莲去救援了 对 我想921地震是在25年前 台湾有30岁以上的年轻人 但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地震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震撼 震撼弹 这辈子遇过最大的地震 我是两个地震都经历过了 但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今天在高楼层 我感觉那个摇晃的程度是比 当年的921大地震 我觉得还要严重 我感受到 那个大楼 这个踢乖乖 就是在摇 我那时候想到就是说 完蛋了 我认为这个灾情 一定非常可怕 很严重 我认为 因为我们附近 有很多那种老旧的公寓嘛 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921地震 还光台北市 那个松山的八德路 这个东西大楼 大家还记得吗 整个倒塌 73个人死亡 138个人受伤 14个人失踪 你看那个灾情多严重 真的是不幸中大幸 起码在台北市 我看到就是 我们四种都 它还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也没有大规 大型的这种 建物的倒塌的情况 我是觉得真的是 上天真的是天佑台湾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大家传出来 那个木炸线 木炸捷运线的那个 里面那个乘客 有拍一个影片嘛 哇那个捷运 都摇来晃去 跟那个 那个什么 乐园的那个 那个渔销飞车一样 可是 里面的这些乘客 大家都 非常的淡定 对 然后你看那个 我就很来 因为我平常 这个节目结束 我们是走那个 细舞高架嘛 我平常开这个 我都觉得蛮紧张 因为很高啊 今天早上 那个细舞高架 大家的车停在里面 不敢动 对 然后就看到那个 摇来摇去 摇望到不行 如果我在那个 上面再开车 我这话心情 吓死了 但是大家还是说 很冷静 而且也没有发生 相关的这个意外 而且你看 整个台北的学校 还是这个 上课上班 济南有序 虽然我们看到捷运 环状线有些影响 那基本上大的影响 暂时的停止 但是大家都是 非常遵守秩序 我觉得这凸显了 我们台湾在 面对这种灾情的时候 大家能够冷静 大家能够克制 大家都能够 不会这个 慌张失措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成熟国家 成熟社会的一个表现 赖兴德下午 已经直接到花莲去了 那我们现在 请全国之力 台北市各地方 也都准备派出 这个搜救的队伍 只要到花莲 因为花莲 真的灾情很严重 那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 日本首相 也发表了 中文繁体的声明 答对台湾的关切 而且愿意提出 所需要的任何协助 日本都会协助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也是个地震国家 当初日本的 三一大地震 我们台湾不但 这个派出了搜救队 我们全台湾捐钱 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 到今天为止 日本人还是非常感念 最后就是患难见真情 那我反正 不是要用政治去想 但是我觉得 当台湾发生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全台湾人 是不分党派 大家团结一致 那日本也提出 这个对台湾的协助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国民党在 3月15号提出了 一个一读的副委 他们谈到就是 第一个国道6号 延伸到花莲 高铁要环岛 现在要进行环境评估 我们当然知道 花莲交通很重要 可是这种高铁 你看今天高铁 是到下午1点 才恢复行驶 整个高铁 因为你想 如果这个东西 在花莲的话 这个高铁可能 我们看到台铁现在 这么严重 那如果是高铁的话 一翻车的话 那个影响是非常巨大 我觉得 当然还是要 一定要照顾花莲人回家的权利 但是这种公共工程 特别是 你像 如果说像这个高速公路 国道6号 从南投延伸到花莲 都是那么高的 那个高价 我真的必须要讲 地震的因素 要把它考虑进去 早上发生的大地震 很多人都在问 到底能不能预警 因为这个包括 可能有些人说 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地震的这个 这个预警的这个手机 等等 但问题就是说 因为昨天晚上 有个网友在脸书上 就分享他的这个街景照 他就写说 今天的天气很好 很奇怪 然后另外就说 这个要小心 是不是有一点 那个当年921大地震的 那个味道呢 怕怕的要小心注意 结果今天早上就发生地震了 这么深处 对 请教佳凯 真的吗 从天空的这个云象当中 可以看出 有可能发生地震吗 这一张的云 我来看的话 大概分为几层 对不对 这里比较天空 比较轻一点 比较没有云 这里有乌云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晚霞 大概就分这几层 对不对 那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说这个是地震的影响 地震要影响到天空上面的云层 就是等于地震 要影响到天空中的水气 这个没有什么关联性 就目前的科学来看 是没有什么关联性 对 那比如说你说地震之前 有地鸣 那就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地鸣 对不对 会有声音是吗 对 因为你板块错动之前 地球地貌起起伏伏 所以板块跟板块中间 有时候卡住了 卡住了又开始累积能量 累积到这个卡榫 受不了的时候 碰 错动了 就主震就来了 接下来找下一个卡榫 就余震 余震 余震 找到了以后 它又卡住了 又开始累积能量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当这个卡榫开始要错动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 蜆蜆蜆蜆的声音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地鸣 那这次有没有地鸣 这要当地 地鸣 有人听到吗 我们离这么远 就还没有听到 有人听到地鸣 地鸣的话 一般而言的话 也是属于这种低频 所以有的人会耳鸣 有没有 对 它是对低频比较敏感 所以会对耳鸣 然后动物 对 也会有 动物通常都会 他们比较敏感性比较高 对 它是一些低频的声音 动物会听得到 所以它觉得危险 比如说蚯蚓 它离可淋开泥土地 然后到这个水泥地 被晒死 它也不要塞在水泥地 它也不要塞在泥土地 对不对 它离可跑出来 代表它觉得 它地底下不安全了 它要跑出来 或者深海鱼 跑到浅海来 对不对 这整个外面的压力不一样 突然看到一些 很罕见的一些动物就对了 深海鱼跑到浅海 胃都跑到嘴里面 嘴巴来了 它还宁可跑到浅海 那代表说 它觉得它深海的环境不一样 有一年 日本有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那个农场的主人 养了两条狗 两天前就不见了 不见了 对 结果两天以后发生大地震 不见是跑去哪里 它跑去避难了 跑去避难了 这么聪明 跑去避难了 后来地震完了以后 两只狗又跑回来了 那两只狗是主人养的 它平常通通都是在农场里面 它不会跑出去过夜的 纵使有出去的话 它也不会过夜的 它突然消失了两天了 所以狗是人类最忠实的 太厉害了 这两只狗太厉害了 两天前就预知 对 动物会有这样子 动物的狗的这个灵敏度这么高 对 那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唯一预报成功的是 中国有一个海城大地震 在1975还是1976年 我忘记了 那一次是因为动物异常行为太多了 主阵要来之前又有很多的前阵 就小地震 那时候就觉得说 也有大地震 所以把那个城市的人给撤走了 拼 规模好像7点多还是8点多 还好 伤亡的人数降低很多 那你说那个前面 它有很多的征兆 对 那有很多征兆 但是大部分的地震 可能没那么多征兆 对 之所以难预报是这个样子 隔年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唐山大地震 那完全都没有征兆的 一来的话 所以这个伤亡就很严重 所以这种网路上说什么 火烧云 可能是怎么样 这个没有关联性 对 没有关联性 以地震来 现在目前来看 就是说你地底下的地震 产生地底下地壳的变 电壳的变化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外层 电离层 现在是观察电离层的变化 来预报地震 还没有说研究云 去观察这个地震 所以看动物的反应 还反而比较准 对 因为毕竟动物它们是有各种感知的 对 但是问题是 比如说今天有蚯蚓跑出来好了 你要多少蚯蚓跑出来 代表有多大规模的地震 对 对 蚯蚓跑到水泥地 说很奇怪 明天会有地震 要有大量的 对 不是 我跟你讲说 好 今天蚯蚓跑到水泥地来了 动物异常会有地震来了 结果明天真的地震来了 但是规模4.0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反而是大家不必要的恐慌 所以你研究动物的异常 异常到哪里 才有这种灾害性的地震产生 这个就很难了 甚至包括了研究地下水位的变化 也有 因为地底下地层产生的压力不一样 对 水会跑出来 对 地下水位会有变化 然后地下水里面 也有一些少量的放射性物质 甚至去研究地下水里面的 这一个放射性物质浓度的变化 来预测地震 但是都还没有成功 即使知道会有地震 但也无法预测大小 规模大小 对 对 这是目前碰到 也是一个瓶颈 因为你不知道地震规模的大小 是 你看地下水位上升了 地底下的压力变大 但是不知道规模多大就对了 对 没有错 地震到现在因为无法预测 所以很难说你在今天早上7点58分的时候 不管你那时候是在地面上 是在搭电梯 或是在搭捷运的时候 都有可能面临危险的状况 比如说今天早上 在新北市的环状县 景安站到中原 到板兴县的最乱当中 因为就发生列车有脱轨 甚至轨道有位移的状况 明宇在那个当下 恐怕车厢内的乘客 真的是虚惊一场了 确实 因为今天早上的强震 是发生在早上7点58分 很多人都是在上班上学的途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当下第一时间 很多的影片什么都出来 包括在车厢里面 有那个乘客尖叫的声音 事实上今天在强震发生的时候 景安站外面 它是二月台 它的外面其实就已经这个玻璃 玻璃就已经掉落了 所以当然第一时间 是立刻停止了 那是停止40到60分钟 不过这个新北捷运局讲说 今天恐怕是没有办法复原 因为还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捷运是高速行驶嘛 那所以说你这个一定是要 这个确保它的安全 你才能够 才能够让它这个恢复行驶的状态 不过今天劳动局也有讲了 劳动部也有讲了 他说只要今天是因为这个强震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上班 上班准时上班的人 都不得用迟到或矿职来处分 你看今天在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 这个捷运马上到站了之后 立刻就停止 然后所有的乘客都是先疏散 那包括就是说这个手扶梯的部分 电梯的部分全部都停止 就是避免就是这个捷运高速行驶的状况 你还继续运行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我们来看到 刚刚国动哥有讲嘛 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哇这个大家今天 像画面上我们补充了 因为那个捷运的话 因为停止嘛 所以这个乘客只好走轨道下来 对 这都是避免 那包括今天这个捷运恢复 这个行径的时候 甚至连这个电梯都还没有恢复正常 因为就是避免就是说 你这个余震会发生 因为气象局也预告了嘛 最近这几天 还会可能会有大的余震发生 所以有这个交通工具啊 这个还是要安全之后呢 再来恢复这个行驶 那我们再来看 包括就是今天 这个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也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一些奇异的 高架道路 高架道路 这个是有人透过行车记录器 发现它前面的这个小客车 黑色这个小客车 竟然开到一半 哇塞 这个轮胎啊离地了 就离地了 左右摇晃太厉害了 然后就突然离地 还以为这个漂浮起来 不是 是因为你这个行 反正是正常速度 摇到不行 后来就摇摇摇摇摇 哇整个这个轮胎就突然离地 哇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惊悚 你看这个 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画面 它这个车子开设到这个高速道路上 那它就是前面这台黑色的车子 它一开始也是正常的速度 摇到不行 摇摇摇摇摇摇摇 哇这个轮胎 突然就离开地面 然后大家自动全部都停车 对 最后大家都停下来 就赶快停下来 因为事实上这个桥摇得非常的 因为怕你进去 其实可能车子会失控 是 会有可能翻车 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连环车祸的状况 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状况 都是非常非常的及时 所以今天包括就是说很多这个开车 然后有时骑摩托车 你知道像我今天在录影的时候 我突然都会觉得说头晕 才知道说今天的余震是非常非常的多 有勇敢的余震 对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行驶路上 如果有发生这个摇晃的状况的话 最好啦 最好就是能够开到旁边去 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等到余震结束之后再来开 也还有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 这个民众都随时要听这个路况的一个报道 那如果说要疏散 可以赶快疏散 对的确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那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看到高架大陆 或是在这个捷运上 因为捷运我们看到 那个高架桥也是非常的高 要请教专家义酸胸 因为它这个环状线是无人驾驶 它是没俗车的 那但是呢 它会侦测到的时候 比如说侦测到地震 侦测到地震 它这个就停了 我们的高铁也是 我们的高铁为什么 侦测到地震 它就停了 侦测到有异物 它就停了 所以它这个是 侦测到有地震的时候 它就开始减速了 那减速的时候 因为车子这个地震一直仰 我刚讲说它那个位移的这个速度 重力加速超过0.4G 所以移的非常大力的时候 它这个原来的这个轮子 就跟轨道有一点偏移 那一开始这个案子一出来的时候 新北是说 那个没有 那个设计本来就是要偏移 叫偏移设计 过了半个小时 新北捷运局说不对 确实是要检查 所以这个要检查完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这个就是有安全的疑虑了 这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 因为他继续行驶可能 对他就整个脱轨 他就整个脱轨了 那因为他就是无人驾驶 后来这个新北捷公司就启动救援 所以后来所有的乘客被要求下车 走在中间 就是这个 现在看到那个女士 他走的这个 那又有推轮椅的 通通在这 还有推轮椅的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因为是要整场断电了 这个叫整场断电 否则这个走在上面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 那这一些高架的桥梁 或者是捷运 当时因为为了省钱 所以没有做地下化 那做这种高架就要承受地震 一般的车站在三楼 那像这个新北捷 这个拉得非常的高 好像看到五层楼 因为他会会 他有时候要跨越桥梁 对 那时候跨越桥梁 那时候跨越一边的道路 所以他会越拉越高 而且第二个是 你看到像他这个路段非常的窄 他的道路插下去 那梁柱非常的窄 所以他上下层 往南往北的这一个路线 是在不同层 所以他拉得更高了 所以现在的道路上 又要求那个梁柱不要太 那个柱子不要太大只 因为他都插在我们 现有的道路上 那你那个越大只 地面的可用的空间就越小 所以又要设计耐震 然后又要设计那根柱子 不要太大只 现在工程难度是越来越高 那你觉得这次这样有通过考验吗 虽然是通过这个强震的考验 这次我们的这些系统 基本上包括高铁 包括这个台铁都通过 这一次的这一个台铁都通过 因为台铁你看台铁就只有那个轨道 歪掉 或者说被石头压到 并没有很大规模的台铁的车辆 还有脱轨的这一些状况 所以这一次高铁台铁 包括各地的捷运 也都有通过考验 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 都会超过 就是说预警 他又设定一个预警值 比如说现在地震 设定一个这个规模 超过以后呢 我就要警示 那现在都很怕 所以大概把那个数字压得很低 就稍微有风吹草动 像这个高铁就马上立刻减速 所以有时候我们坐高铁会忽然间 车子忽然间慢下来 那就是他侦测到地震 侦测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那这个也是好的 像今天的这个国家警报 大家有人在抱怨说 国家警报没有收到 有时候人有收到 有人没收到 那个就设定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设定 你要设定到说这个 没有很大规模你就叫 还是要设定到一定规模 你才会传讯息出去 那这个对台湾来说 这都不断的事 因为台湾现在的地震的通报 根据这个台大的 这个地质系教授的说法 是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快 但是就是 有时间这么大 怎么很多人都说 没收到啦 没有那么大应该要收到 前二十几秒 这个问题是说 他可以设定 就是说他 因为他要计算 就是说他侦测到以后 他是到底要发给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他到底要发到哪里 他要去计算 那只要一进入计算 就是一秒一秒往上加 所以他又一方面又要控制说 很快传给你 二方面又不要吓你 因为他如果 这个阵度不大判断这个规模不大 他就传给你 那我们会常常收到 譬如说花蓮有地震 然后我们就常常收到 所以这个预报的系统 现在专家都在检讨 不过这个我觉得就交给专家 因为它是一个预警的 这是很专业的事情 不是说 不是说任务一个地方 如果有一个地震 我们就都收到 像今天大家在报院 没有收到的 没多久就收到那个海啸 大家马上就收到那个海啸 因为日本也同步发了 所以这个是专业的事情 就交给这些专家来解决 早上发生的大地震 在新北环状线 发生这个轨道位移 要请教这理事长 这种轨道的位移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 它的结构安全识别 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当然以新北市 这个环状线这张图来看的话 它的侧向位已经很大了 大概已经 这个应该超过十几公分 甚至更大了 所以为什么说 它会整个停止之后呢 未来可能要 要花一段时间去做 检视跟修复 那这个东西要去 因为这个部分 通常我们会错位 通常都是在 柱体中间 伸缩缝的位置 就是我的钢梁 接到这个地方 它有个伸缩缝 那伸缩缝 它都是利用 我们刚刚看到底下 这个支层垫 它去做支层 那旁边也有一些避免 像侧向位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制 可是这个案子 看起来 它整个侧向位移 已经把那个所谓的 侧向变位的那些部分 大概都已经推坏了 推坏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位 那这个变位不是我们一般都想 好像你好像把它推回来就好了 对 这个要推回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第一个我们要看看是说 这个梁 这个钢梁 它到底这样侧向变位 它本身主体 有没有达到它的降服 比方说它也 我们通常有一个强度 这个强度 如果达到它的降服强度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可能未来要怎么补强 还是一个问题 补强还说需要拆掉存在吗 当然 当然它未来怎么补强 这个还是回到设计单位去讲 只是至少说 第一个它去检视说 这个钢梁 这个钢箱梁部分 有没有所谓的达到它的降服强度 就是说原本要发挥的强度 抵抗外力的强度已经被吃掉了 那如果被吃掉的话 它怎么补强 它有一个补强的方式 比方说你要到底要再加怎么样的 我们讲的包覆 怎么样的部分去做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没有相关的降服 还在它的容许的强度里面呢 我们就想办法要把它这个部分 侧向位移 你是要把它归位 再来把它固定的一些相关资程 再重新去做修复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回复 达到我们的要求 是不是也要看一下它里面会不会有没有裂啊 或什么的 当然 可能是 当然它的支层电跟 因为外表看看不出来嘛 对 它的支层电跟侧向变位的那些相关的系统 可能也都是坏掉了 都被侧向变位大概都挤坏掉了 所以那个部分未来都要重新再做修复 要重新更新 重新更新 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 那依照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它把它这个量的部分 那个地方扩大 然后上面如果变形的轨道 它再把它回复或许这样的方式或许更快 可是到底可不可行 这个部分可能要设计单位要整个再重新评复 是那义酸忠你怎么看 这个如果要回复起来 可能要花多少时间呢 这个回复应该 我看要撤回去更困难 因为它当时这个每一根这一个梁啊 都是一根一根拿来倒的 所以它有可能 那梁是那个水泥的 还说是钢梁 钢梁 钢梁 所以它都是在工厂做好的 预柱 预柱拿来倒的 所以有可能检查完之后 就会抽换掉其中几根 不然你刚才用桥的 因为 市长说不是只有桥回来就好了 没可能 没有那么简单 桥回来就好 就是它很有可能那个梁 如果已经完全没办法处理 就是梁整根要换掉 那因为它这个工程其实做完 其实对捷运公司来说 长期都还在监测 因为它要监测它的呈现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左右嘛 那平常这种柱子的呈现 就是说它可能地层会下线之类的 像我们高铁也有做这种呈现 所以长期其实都有贴布 那种大刀钉管在做量测 那这个所以为什么新北说 要花蛮长一段时间 它要先检查完 然后才能够采取方案 那采取方案也有可能 把这整根就换掉 那可能换一根两根 那它旁边还有这个隔音墙 各式各样整个配套 都要一起做处理 这个可能没办法那么快 因为这个人命关天 而且它去处理这一段 前后还要接起来 所以这个可能搞不好 一个月都解决不了 那特别是因为像这种都是高价 柱子很多啊 这么每根柱子可能也都要去体检一下 其实只要是说有这种强症 或是我们讲的大地震的情况下 其实本来就会启动一个检查的机制 它要整个要去巡轨 第二个所有的柱位 到底有没有裂缝 各方面部分有没有问题 它全部都要整个整个要巡过一次 是才有办法处理的 而且这个未来可能在整个长期修复 这个是不是短期的事情 会很长 那它就会启动怎么样去接驳的机制 就这一段大概就停死了 是那发生这种情况呢 除了这些高价都市内 比较偏山区的来清皇 包括新店山区有民宅地基被掏空 还有新北的中和仓库也被镇垮 屋顶有下滑的情况 对 因为今天这个看起来双北也是有灾情 所以不是只有花莲有灾情 而且双北一样是有灾情的 那双北的灾情呢 目前为止呢 双北回报了大概258件的 需要求助的灾情 那怎么说呢 来 你看新北的状况 新北状况呢 其实今天最惊悚是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呢 是你看到新北呢 就刚刚仲将所讲的 在中和有一个仓库 那这个仓库呢 大概在连城路 靠那一带 那边有很多的工业区 包括有些印刷工厂嘛 那结果你看这个仓库呢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可能没有感觉 这个仓库的楼高是五层楼 所以五层楼的仓库呢 由上面垮掉的状况 屋顶直接下滑 你看这画面我们很惊悚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边的这个屋顶的部分 这屋顶呢 如果上面垮掉往下滑的时候 如果你人在下面的话 哇 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在新北中和的仓库这里面 一开始呢有几个这个受灾的人啊 就是在里面等待救援啊 那索性是说 现在这看起来是有救出来的 因为他垮下去压住的时候呢 没有直接压在人的身上 所以是这个还好说 他们刚好躲过这一劫 然后可以被救出来 那除了这个画面之外 另一个更惊悚的画面 是当地的居民在喊 我家的路不见了 我家的路不见 仲将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他们家的门出去没有路 为什么没有路 这是发生在新店安泰路这一带 这一带呢 你可以看到因为地震的关系呢 他的地基遇到掏空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建筑物 对不对 各位看这个图 这是建筑物 下面这一段 偶偶是什么意思 是他本来应该有的地基呢 流失了 所以呢 等于门口出去是没有路的 没有路的情况之下呢 这边的这个住户呢 就只能等待救援 所以后来救了大概11人左右出来 救了11户左右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新店安泰路这里呢 这个地基下滑情况相对是很严重的 包括我也看到这边 这个住户的停车的设施呢 整个被土石流给淹没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上面那些那些停车的地方 停车地方是有些停车的设施的 然后就整个土石淹在上面 所以这个地方虽然人救援出来了 可是灾后的重建 显然对自己的住户来讲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这是新北市的状况 那新北市有灾情 台北市有灾情 台北市也有灾情 台北市的几个灾情呢 各位看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 我们提醒大家地震的时候要小心 比如说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在新北市内湖的康乐街上面 一家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因为地震的时候呢 它出现整个招牌变形挤压 垮下来的状况 所以就像你想想看 如果人刚好从便利商店下面走过去的话 那是很恐怖的 它的招牌是直接砸下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画面大家看一下 这在师大夜市 这个水塔从公寓的五楼直接调到一楼来 也就是水塔本来在顶楼的 结果从五楼直接调到一楼来的时候呢 直接砸到一楼牛肉面店家的门口那个地方 所以呢 整个灾情在台北市的部分看起来也是存在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告诉大家说 在这次的这个灾情里面呢 不是只有在花莲而已哦 是在双北 新北市跟台北市呢 也都从同样存在的灾情的状况 有两个地方台北市的工地出状况 一个是大直那里的工地 它的塔吊的吊被断裂 然后在世贸那个地方这是基隆路的工地 基隆路的工地呢 是在世贸对面的建案 结果呢 吊被断裂 只有砸中隔壁的大楼 所以呢 等于说在台北市的工地部分 大直有一个 然后世贸那边有一个 两边的工地呢 都有状况出现 所以这个场面看起来 用四个字形容叫做触目惊心 所以呢 在地震还有余震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朋友千万要小心 对 这个双北的灾情虽然相对的轻微 但其实呢 也都是令人非常的惊悚 因为那个时间是上班时间 所以特别是在台北市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情况所 在基隆路 一段那边 有这个建筑工地 大楼 高楼 吊被断裂 砸中对面的大楼 那个是非常粗壮的这种钢筋 砸到对面大楼 然后底下呢 底下有很多人车 明玉那个时候上班时间 这真是会吓死人 对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基隆路 二段的一处工地 它的这个 当下在咬的时候 你可以看 哇 不得了 你看它这个是包括钢筋 还有一些钢架 就掉落 而且它掉落不得了 它还扎到了对面的大楼 那索性 这个是因为有人停车在那边 当下用第一时间把它拍起来 对 那除了这个是在这个基隆路的部分的话 你看它还有另外一个 拍下来 世贸这边的视角拍过去 拍过去 拍在世贸对面 所以在这附近的人 所以如果在这个附近 当然它还有扎到国宅 就有一部分 甚至有一些零件 还有扎到国宅 对 那这个整个沙土 就整个洋起来 所以哇 你要想想看 如果在这附近 这个有工地的 所以真的一定要比较避开 甚至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就是有些这个 比较老旧的公寓 它的磁砖都有掉落 所以为什么今天 包括在台北市 都已经就是有陆陆续续 你说那基隆路 那其实还有在那个市府站 这是基隆路跟中校东路五段 就是新一围风的对面 那边也有栋大楼 它的顶楼也是在那边摇摇晃晃 那它是做造型 那真的是摇晃到 很担心它会砸下来 所以最近台北市 都是有一些工地 有一些建案 所以行经那边的朋友都要小心 那除了在基隆路上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是在大直 大直明水路跟北安路口 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工地 那这个工地的部分 你看在上面 哇这个千金重的这个 这个吊车 那它是用这个骨折来形容 索性它没有断掉 没有掉下 最后乎君子同意 最后习专会同意 最后他们两个都同意 花年的一倍金 到第二一倍金 广东可以开 这些局势长可以开一倍金 乎君子和习专会出来 我们都可以 所以这种的八三八十 这都没办法做 公民都很奇怪 这种鸡蛋提出来